有一次是讓我覺得最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因為那個時候是我們 家那段時間有一點 微微大壓力 然後就是想說 帶大家出去散散心 然後我媽那時候也是喝醉 然後她就跟我說她要去跳樓 我就覺得 對 我就覺得很可怕 而且她很認真 因為我們手上都會帶這種 長輩送的這種紅線 基本上不會拿下來 然後結果她那時候 就一直拿下來 然後帶在我手上 她就說你們以後 要自己照顧好自己 然後她就要去 這會嚇到小孩 妳那時候幾歲 我那個時候 我十幾歲差不多 才十幾歲 對 然後她那時候 很認真這樣跟我講 十幾歲一定會嚇呆啊 我嚇呆啊 然後她那時候就一直吵 然後她就一直要往 因為我們住的那個飯店 然後她就一直要往 那個裡面的那個樓上去衝 然後她要去叫我 那時候有警察了嗎 還沒 所以沒有人可以幫忙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媽可能不知道 怎麼壓力很大 然後到最後最後 她消停是因為我說 那妳跳我就跳 就這樣 她才消停下來 然後就 就慢慢回送 好理智的女兒